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多几个老师来指导自己 好像对他自己也有帮助 现在好多人 认义父义母 多认几个义父义母 也很好 有的义父义母 钱多 有的义父义母 地位高 有的义父义母 名声大 有的义父义母 什么力量强 靠山就多了 哪个这个靠 倒掉了靠不住 那个还在 靠到那边去 这个也是很好 但是我要举个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我也在大法谷节目里头 曾经这样子说过的 在海上面如果是有四条船 我们究竟是选择哪一条船 这是四条船同时选呢 只能够只有一条船 如果同时选四条船 那可能是一个手 两个手是两条船 两只胶是两条船 这四条船一起开了之后 这个人在哪里 一定要在水里头 因为船多了 结果纸巾没地方 纸巾没有立场 这是很危险的事 所以在福法很重视 修行要一门深入的 清净老师 不能够随便地改变 有些人认为 今天清净这个有名的师傅 明天清净那一个有名的大师 再后天清净某一个上师 再清净某一个更高的大师 认为纸巾这样子就是很保险 保险是保险 谁都不保你的险 因为大师还是大师 你还是你 你挂了他的名字 没有什么用的 你只师傅带进门 修行在个人 每一个大师都可能是好的 每一个老师都可能是 这名字不是有名 而是真正的名言人 但是你不能够跟一个人 你跟了几个人的话 不知道哪一个老师怎么知道 你就弄不清楚了 今天听了他这样子讲 明天听了那样子讲 那你究竟学哪一方面的 或者是跟着一位老师 就学了一点点 结果你就离开他 另外找一个老师 又学一点点离开了 到最后 每一个老师的地方 都没有学好 请问煮饭的时候 一次把它煮烧得好 还是煮到没有烧 就不煮了 放在那地方 过一段时间再给它煮一煮 再烧 再加一点水 或者是再煮 这个还没有煮烧 又把它剃掉了 然后过一段时间 再给它生一点火 再给它烧一烧 请问诸位 这个饭好吃吗 你们会煮饭的人 是这样子煮的吗 如果这样子的饭 一定是 不是饭是焦的 就是米是硬的 而要不然 这个米全部碎了 就是吃的时候 是非常的不好吃的 根本不像这个饭 煮不像煮 饭不像饭 而且是焦的 我想煮饭的人 没有这样的一个笨 笨到这个样子 说不熟 烧两把火休息 再停一停 再烧两把火再休息 没有这样子的事 因此我们修行 符法一定 不能说从一而终 至少一门深入之后 你修成了这一门 然后你这个老师 说你在我这儿已经 差不多已经学完了 现在你可以到某某地方去再学了 那就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对自己来讲 修行一定是一门深入是最好的 最可靠的 做学问也是一样 做任何事业也是一样 你对你这一行 你对你这一门 你对你现在做的这一项工作 你一定要把它做得好好的 高一个段落之后 你再换也没有问题 你不高一个段落 你做了半途而非 或者是你浅尝即止 一下子就放下来了 那你一生一世到老 一无所成 一定是这个样 那我们呢 一个修行的人 这是听到说法门无量诗愿学 法门无量诗愿学 是学了做什么 因为有无量的众生 需要有无量的法门 我们知道有无量的法门 子记不一定呢 每一门都去修 但是呢我们要知道 可以学的 学的必定修 可是呢 当我们子记还没学好以前呢 你就学无量法门 那是不去设计的 那当子记学到按部就班的 一样一样的学 或者是一门深入的 一条路上学 学成功了以后呢 你其他东西都可以学了 像我念观音菩萨 我也念无弥陀佛 我也念药师佛 我是修显教 我是念佛 也认禅是禅宗 那密教我也不反对 但是呢我自己的基本的修行方法是禅 我不会把基本的基础的根本的方法 立足点或者是我的这个子记的目标放下来的 一定掌握着自己 然后呢其他的东西我多看 我多听 我多学 学了以后 有的人需要 我就拿出来告诉人 所以这一点呢 能够了解 说 一门深入是至极的 无良法门 思愿学 是为度众生的 能够了解这一点以后 就不会冲突 不会矛盾 TT 20 4